這個對手 財產有100億嗎 還有第四代 還有營造業 還有瓦斯啊 總對是超過100億 你有100萬嗎 我要財產申報 沒有 三立新聞節目正知道了 前進彰化入港 主持人鄭鴻怡 邀來民進黨立委候選人 吳英寧 炮火四射 蒙公對手謝伊鳳 這個對手 就是當年 志祺要唱醉 要為醉完頭 雜醉的同一個家族 彰化的謝家 對抗地方家族 立拼國會過半 因為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將重返立院 要真的是院長寶座 苦民所苦 睡到中午 以後所有外賓來 中午以前 抱歉 你看他一直在睡 雖然我只是一顆小螺絲釘 賴清德跟我談了兩個小時 針對兵役要如何改革 針對國家的安全要如何維護 國民黨沒有一個人跟我談過 要如何強化國安安全 余北辰爆料賴清德曾請一專業 一談就是兩個小時探討國防政策 另一頭藍白還忙著互相攻擊 悠遊卡公司為什麼要新貴的文件 蔣萬安當市長完成一份調查報告 台北市政府對他的股權控制有74% 台北市政府調查完剩幾% 春三十八% 請問柯文哲是不是大罪一條 用戒慎恐懼的心在守護台灣 藍白和是一種密室的協商 在行赤裸裸的政治分章 藍白和完結PN4破臉 民眾旁觀者清 三令新聞節目新台灣加油 十一月二十九號將前進桃園平鎮 傾聽第一線民意 三十五黃線掌握文宣 SG小組台北彰化報導